又到我们的读报时间 先来看到的是媒体人彭文正 昨天晚间是她的脸书上面表示说 自己今天早上十点半将会到立法院 要来举行蔡英文论文门最终审判记者会 那么她呼吁蔡英文要履行 她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责 泄露论文的真相 那么如果蔡英文拒绝这样做的话 那么今天的另一个目的 就会是要揭露真相的证据 再来我们看到这位是前民进党代表赵介佑 她是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就爆出了耍特权的北投之乱 那么是重创的民进党的形象 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也是英系的要绞黄成国 她也卷入了这场风波当中引发议论 那么昨天传出黄成国 她已经不在国策顾问的行列当中 那么黄成国她就说了 她不愿意造成总统的困扰 所以五月十号的时候 她是主动的面见了蔡英文总统 那么请辞国策顾问 总统府的发言人庄登涵 她就说了蔡总统是表达尊重 并且准词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台中市第二选区 台湾激进立委陈伯伟的罢免案 是要在10月23号要进行投票 那么昔日对手严宽恒 她日前就请辞了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她表示啊 她现在要把她全部的心力都放回故乡 那么就引发了 是不是要备战3Q这样的彩测 那么严宽恒她8号傍晚 在她的脸书上面就发了一个智博为胸 这样子的签字长文 她就宣布了将要以义工的身份来参与罢免团体的活动 要听后相亲拆遣 最后我们来看到是台湾在东京奥运 取得了两金四银六铜这样子对史上的最佳成绩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我们的防疫措施 没有办法和国际接轨 恐怕呢会让这些国际赛止步成为体育锁国 那么包含了2022年的女足亚洲杯资格赛在内呢 现在啊这个亚足联 他们是因为参赛队伍 他们抗议说入境台湾还要隔离5天 这个防疫的措施太严格 所以在7号的时候通知了中华足协 要取消原定今年要在台湾举办的 三项国际赛的主办权